康熙皇帝在上书房跟大臣们议定军情 他也知道兵将却是很难调动的 所以他有点生气的问周培公 你自称善败将军 有回天之力此时为何一语不发呢 周培公急忙叩手说 臣非不欲发言 此乃设计安慰关头 容臣再细思一会儿 康熙冷笑着说 好啊 你好生想想吧 朕却已然想定了 朕要清征岳阳 这句话已说出口来 几个人同时大吃一惊 所额土七行数不靠头说 臣以为不可呀 京师重地万岁切不可远离 吴三桂要化僵而至 显然凶无大志 主上清初万一稍以失利 反而启动他北进中原之心 起飞 你给我住口 康熙气坏了 朕宁为战死皇帝不为偏安之主 明珠听了赶紧尽前说 万岁 亲征是万不得己之举 现在耿京中已然就范了 上之信和吴三桂也心怀抑制 贼使江河日下 并不须主上清征 雄次吕却说 吴三桂已是前功之末 双方久战不下 万岁清征 比大张我士气 以臣之见 主上清征是一举成功之道 一时间几个大臣纷纷沉奏 各说几件 正在张义的时候 河归柱 淋着跟水晶似的进来 捧上了一封火器文术 万岁 古北口刚才递进来的 因万岁有特指随道随送 所以连夜赶来 康熙一边拆封 一边笑着说 好 尼泊尔必是发兵来源了 朕就先带着三千铁骑 亲临江南 吴三桂 说到这儿 他突然停住了 他仿佛不相信自己眼睛 他揉了揉 拿起了手 竟然抖了起来 他失神的退回榻上 双腿一软就坐下来了 上书房 立时安静下来 只听见外边 熙熙丽丽的雨声 梁九 明珠终于忍不住了问 万岁 这 康熙一吃力的说 查赫尔王子叛变了 一将 尼泊尔 囚禁 趁我惊世空虚 带了一万骑兵 竟要来投袭 不知是惊恐还是气愤 他的声音颤抖的厉害 咬着牙狠狠的笑着说 好啊 好 都盼了 盼吧 几个大臣 像挨了梦棍 一时都懵了 头嗡嗡之响 土海的心里不尽的狂跳 北京其实已是空城 这近在咫尺的大便 如何应付呢 周培公却突然 叩头说道 万岁 臣已想好 容臣起奏 将 将来 周培公的镇定 使众人有些吃惊了 就听他说 查赫尔王子 知变随尽 乃是借险之机 墨下湖南战局焦灼 臣以为也不必劳 圣上亲自远征 康熙听后 勃然大怒 放屁 你这让朕听你那几句 恐怕的吗 周培公 扶地叩头 又朗声说道 容臣奏完 我军与无逆在越州打红了眼 臣以为都忽略了平良的王府臣 嗯 康熙想一只瞧见老鼠的猫 伸着猛的一探 用手指着周培公说 讲 周培公侃侃而言 吴三桂之所以尚能周旋 并不是靠耿上二人 乃是因为西路有王府臣牵制我的兵力 倘若此时醒悟 领一旅进兵 有四川入干闪 跟王府臣汇兵东下 湖南的局势 则岌岌可危啊 但是我若先走一步 消除干闪危机 既可以全力对付岳阳横营的敌军 吴三桂必将闻风而溃 这话说得十分有理 康熙不尽点头 但闪干的兵力只能勉强与王府臣周旋 查尔叛兵 又袭击惊事 哪来的兵力去应付这些呢 想了想 康熙低头喘了一口气说 你言之有理 朕 方才急得有些失态了 但如今如何办呢 周培公靠头说 臣请万岁将御旨一道 把在京的祝王 背了背子 以及旗主家奴 全数征来 历史可得精兵三万 由土海将军统领 微臣辅佐半月之内 若不能扫凭查哈尔之便 请皇上治臣 欺君之罪 啊 土海听着脸上放冲光来 他一直 因直在未书 不能出征傲丧 听周培公出如此的绝招 心中大喜 急往叩头说 臣也愿立军令状 旁边的周培公 却孽如说 只是 康熙早已然 怨然而起了 绕着周培公兜了一圈 正要说话 见周培公面线 犹豫之色 就急着问 只是怎么样 周培公急忙磕头说 万岁 这些人原始八旗精锐 便是晚辈的旗奴 也都个个骁勇异常 只怕 衣食作为作福 惯了 康熙是何等聪明的圣真 听了这几句话 忽然间仰天大笑 哈哈哈哈 何愁他们不服 这有朕来做主 天子见伺候 外头李德全早就听明白了 几步进来 从里头取出了一柄长剑 明皇的刘苏金的样 在灯下熠熠闪光 双手捧了过来 康熙却用手一挡 转脸问周培公 你如今仍是四品之嫌吗 周培公急忙磕头说 陈领此剑 既是待天行令 以无品级 旁边跪着着明珠 连忙插花 高声赞道 壮志可将 臣以为周培公应尽为从三品 康熙大声说 正二品 这是五先生见的人呐 代国士应该有代国士之道 季进封土海为福远大将军 周培公为福远将军参议道 家侍郎贤火速一意处置 周培公听了 便瞧土海 土海盲说 三日之后 陈等在南海的阅兵 康熙说 朕 届时 一定亲王 你们只管放胆子去做 朕将两门胡一大炮 也赐给你们 当平查二后 既可以不必回军 与克尔沁四千骑兵 合击平良 替朕拔掉王府臣这颗钉子 臣 领旨 去吧 今夜既向各王府传旨 按名策征用其奴 有敢抗执者 立刻奏阵 明着是没办法的事了 转眼之间便冰如雪消 看着周培公的背影 康熙不禁摇头赞叹 真乃奇才呀 不枉了 吴先生的举荐 索额图在旁边忙说 确实奇才呀 万岁爷何不命他为主将呢 康熙笑着说 也必须有土海这样 老成危重的速将压阵 这个兵才好待 这群骑奴可不是省油的灯啊 明珠在旁边陪笑着说 有这样的良将 全亏了主子的好调动 奴才也以为查尔不是可平 康熙开心的笑着 今天夜里招你们来 原来是要一亲征的 却一出个这么个结果来 哎 熊次李啊 你这个老夫子发什么呆呀 熊次李说 臣是在想 这军饷从何处而来 有兵无响 可怎么打仗 康熙皱了皱眉头 两脚才舒了一口气 不管怎么说呀 眼下依然没有大难题目了 想吗 先从大内挪出五万来吧 第四天就是阅兵之日 天上还吓着朦朦细雨 头天听土海奏报 说兵员征得了三万一千七百多名 已经试教过一次 今日教育之后 既可以进兵古北口 康熙起了个大早 先到慈林宫 请了太皇太后的安 又到太庙焚了乡 因为不想招人眼目 只骑了御马 由魏东廷一杆侍卫 醋油着直奔南海子 南海子原来是 前名的上林园 也叫飞放博 顺志初年呢 棒的海子修了东西二宫 有一条九曲板桥 蜿蜒通往海中之岛 名曰迎台 方圆百里之间 茂林修竹 秋鹤唐凹 自明初呢 就放养了不计其数的 豺狼虎豹 雄章鹿迷 因为国事不兴 酒不经营 早已然荒漫不堪了 时近十月 园中红西绿兽 残河凋零 更间雨洒秋帝 愁破涟漪 甚是受杀 康熙一行 来到了一栏殿前 就听见前头 闷雷般的响声 这响声 就是炮声 一面被雨水 打湿了的大旗 上头写着 放纸浮远大将军图 在寒风中 冉冉升起 木寨前 龙旗避空 井壁森严 里头黑压压一片 巨是直葛的兵士 历程方队 温丝不动 因为全是 新从内裤 领来的装备的衣甲 看上去 十分鲜亮齐整 将台旁边 和园门外头 是九门提督府 几十名校尉镇手 凶神恶煞一样 手按着腰刀 一个个目不斜视 康熙瞧着 不禁心头一热 点头含笑 对熊次李说 土海这个奴才 配上周培公这个帮手 真成了大将之才了 熊次李笑了笑 还没答话 忽然间听见前头 有人断喝一声 哎 什么人在此骑马 下来 几个人都吓了一跳 一骑桥时 是个棋牌官 手捧大令子骑 当门站着 武丹一瞧这个阵势 把马一拍 就要上前答话 却被穆子虚一把 扯住了 穆子虚低声说 兄弟 你可不可造次 瞧着魏大哥如何处置 此时魏东廷 早已然翻身下马了 把盼上一扔 款不上前 对棋牌官悄悄的说了几句话 这位棋牌官板着脸点点头 上前单击跪地 横手平凶向康熙行了个军礼说 屠军们 周军们有令 万岁若亲临视察 可站在原门伤后 这回子正行军法杀人 跟在康熙身后的 格伦 新进侍卫啊 他少年弃圣 充满上前喝倒 你瞎不言 这是万岁 棋牌官把脸一扬 冷冷地说 下官小的是万岁 若是别人 嘿 迎前骑马 就犯了死罪了 格伦 哼哼的一声冷笑 举起鞭子 就要抽打 后边康熙忽然间 黑沉了脸 喝倒 放刺 都下马 全都给我退下 拔起 格伦的花铃 说着康熙 便先从马上跳下来 随行的侍卫 这才服服贴贴下来 武丹舌头一伸 朝木子绪 办了个鬼脸 明珠这几年 也读过几本书啊 就笑着说 哼 这两个呀 这要学周雅夫 西柳营的故事了 咱们可老实点 真的让他杀了我们的马 可怎么回去呢 索图却兴致勿勃勃的说 只要骑开得胜 慢嘴也不骑马也欢喜 行此里就笑着对康熙说 主子 请您这边站 这高鞋 厉口情形 全都能瞧清楚了 周培公 确实是在执行军令杀人 这些骑奴 已然不比出入官的时候了 如今在京 邪家带口 听说出征 只发一两多响音 一个一个 没精打采 加上有的 妻儿扯叫 有的朋友健行 昨天遇叫的时候 竟有七百多人 到尘中 才懒懒散散的来队 因为事前 声明过 今日大叫 不料还要一百多人 姗姗来迟 周培公立刻传命令 让各营把迟到人员 一力绑送到中军大仗 听后出职 中军参佐将刘明 见人犯到齐了 就上前向主帅 屠海禀报 请大将军发落 屠海点了点头 他虽然是主将 却知道康熙 想试试周培公的才能 便不肯主持 大声命令 由周军们 按军发处置 周培公八字眉 稍稍的一照 迈开大步 腾腾腾走上降台口 萌萌的秋雨 依然打湿了 他身上的黄马褂子 心死的双眼孔雀灵 也在向下滴水 他两只眼睛 冷冷的一扫 诺大的叫场 立刻速军下来 一声咳嗽 都听不见 三万军士 铁柱似的 一动也不动 过了一会儿 周培公 朗声说 现在 重新 宣誓 浮远大将军军令 为令不尽者斩 林斩 林斩 尾缩者斩 暗期不治者斩 救援不利者斩 陆沙良民者斩 坚肃 坚肃 民负者斩 几个 盏子 出口了 下头 跪着的一百余人 已然吓得一个个 面如死灰 又听周培公说 涂大将军 把这几条将领 已然昨日申明了 今日仍有一百零七人 应谋不道 本应一体出之 因为念国家 正在应兵之际 就选最后三名 斩首示众 余下的每人八十军官 中军听到命令下了 炸雷般的 炸的一声 便起托人 三名吓得魂不覆体的军士 被拖到降台边 验看了 便拉向了原门 其中有一个挣扎着 嚎叫着不肯就范 他 大着声音尖叫着 周俊满 开恩哪 我上有老下有小 您不能啊 周俊满 我求求你 你 你不能公报私扩啊 周培公非常奇怪 公报私仇 他低头一看 却不认识这个人 这个人挣扎着脚 只要你不杀我 我告诉你阿索的下落 杀了我 你一辈子也见不着他 哎呀 周培公一下子想起来了 原来这个人是康熙九年在正阳门遇到的李亲王府的长随刘一贵 如此说来 烂门胡同阿索的失踪 也是此人做了手脚 想着 周培公竟脱口而出问道 你这个恶奴 阿索被你弄到哪儿去了 讲 这个时候 连坐在帅位上的土海 也闹住了 刘一贵大声的呼叫 你饶我一命我就说呀 周培公此时也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 阿索要是落在此人手中 如今行了军阀 李亲王府必定拿阿索报复 想到当年 赠差赠犯 珍重寄托的往事 虽然没有伴雨之思 而你知情却已深明在心了 他咬着牙 想了想 冷笑着说 我已然是朝廷大将了 岂容你以私情要挟 脱出去 斩 立刻 迎中号角齐鸣 在秋风中呜呜呜呜回答 外头康熙 正听得没有头绪 捡六个校尾 拖着三个 吓得面无人次的兵 摁跪在海子边 一棵大柳树下 紧接着就听到了 石破天惊死的三声炮响 叨叨叨 手起刀落 砍下了三颗人头 行刑刑之人提了头 非也似的赶了进去 不足一袋烟的功夫 上颗血淋漓的人头 已让高悬圆门了